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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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胡夫奇事 今天快速的跟大家浏览 我覺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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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的一款山寨玩具 我很少對山寨KO放大的玩具 直接了當的告訴你 我對它的喜歡有多麼樣的OK多 這款我真的覺得蠻讚的 它實在是一個非常有梗的 一個簡化版的放大 MP10的模具 放大了但是卻簡化了 它的名字到底叫什麼呢 這裡有一個星辨戰神 然後呢這裡有一個MMP10-1 後面有一個次元戰將 後方的話呢還有什麼 這邊又是寫的我不知道 星辨戰神是它的這個廠商的名字 然後產品的名字叫做 次元戰將 應該是這個意思 那它附帶的東西就是斧頭 這個能源矩陣 還有這個來福激光槍 對不對 那配件就這麼多 沒有附所謂的史派克的小人 我們直接了當呢 請出官方版本MP10做一個對比 第一個是塗裝的部分 它走的是一個所謂二次元的塗裝 但是呢由於它的塗裝呢是以人形為主 所以一些這個塗鴉的部分呢在車型下呢 會顯得不自然 像上方就是一個破開的一個感覺 這是最直接的一個外觀上的差異 再來就是尺寸的大小 各位用正面的車頭來看 你就會知道它放大的非常的多 第三個電鍍的部分呢全部都取消啊 畢竟它已經要走二次元塗裝 電鍍全部取消 再來的差異點呢在於輪胎的部分 原本的官方模具呢是一個橡膠胎 而我們這一次的這個次元戰將的話呢 則是全部是塑膠的 所以它滾動起來會非常的吵 這個已經是坦克車在移動 不是卡車在移動啊 但是滾動性呢真的是很好 你今天一推六個輪子呢 輕鬆全部到定位 而且它這個地方呢 多了這一些塗裝之後呢 感覺滾動起來 有一個特別的一個流動的一個感覺 再下一個改良點呢 也不能講改良啊 應該是說變化點這個地方 煙囪原本的模具煙囪可以上下 伸長縮短 它的話呢直接變成了一塊零件 沒有辦法再做一個長短的一個伸縮 已經是固定了 再來的話呢 是最後的這個地方 車尾的部分 你看到造型不一樣 原本人形 吸 護 經部這個地方 它的話呢 直接的跟小腿直接整塊部件 就沒有再做任何的分件 直接做好了 底部的話呢 也失去了這兩片 這個人形狀態下呢 要翻折過來擋住輪胎的部分呢 也直接的都pass掉了 所以的話呢 它呢 基本上呢 是一個簡化居多 但是簡化的非常好玩的一款產品 它呢 這樣子簡化之後呢 變形來講可以說是更加的簡單 膠呢 也非常的厚實 前面的這個擋風玻璃器 它是透明件 這裡看到沒有 水藍色的透明件 只是前方有塗上一個二次元的塗裝 車子的一個接縫呢 可以給各位看一下 接縫我認為是做到非常的好 以一個山寨的玩具來講 這個縫 算是非常的妙了 這個地方 這裡已經沒辦法推進去 但是這個 這個我真的覺得是 縫已經是很好了 車頭 整個是平的 對不對 這塊部件稍微往前面 捏一下 也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然後這個後照鏡也是有的 稍微有一點點的一個偏鬆 你拉出來之後呢 往外面拉 可能會稍微固定一點 稍微往內推一點 就會變得有點鬆 再來是它這個雨刷的部分呢 是可以動的喔 但是這個雨刷 我是比較不建議動了喔 它這個雨刷呢 是要有 摳這邊好 我右手比較靈活 它這個地方是可以把它給摳出來 看到嗎 摳出來 它下方是有一個凸 看到沒有 那這個時候呢 它是鬆的 你去晃它是鬆的 怎麼把它弄固定呢 就是把它這個這個凸 再把它扣回這個洞 把它給鑲進去 這樣一來 你看它又緊了 但是 不管怎麼樣 它就是提供一個雨刷 它可以動的一個優點 那這個車子的這個 前面這個 這個是塗裝 並不是一個透明件 其他的話呢 就是非常的扎實喔 可以給各位看一下 那二次元的塗裝部分呢 已經提過了 它是以人形為主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稍微有一點不太 你要用二次元塗裝 可能會稍微的 有一點地方不太一樣 你就姑且當成它是一個 迷彩的一個塗裝吧 車子的一個沉重的手擋 推車的一個爽快度 就是很吵而已啊 其實是真的 我覺得是簡化的非常棒的一個玩具 變形來講的話呢 是更加的簡單的啊 首先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油箱的部分呢 往後面推下來 壓到最下面啊 它這個壓到最下面之後呢 只能跟這裡稍微去接觸到而已 並不能夠卡住啊 你就知道就可以了 再來是一個改變很大的一個地方 腿部的話因為整個簡化 再來是它這個腿喔 這個拉出來這個一下呢 哇塞 這簡直是流暢 我剛剛呢 並沒有去壓後面這個地方 你要往內 往外 往內 往外 按下去 往外 直接拉出來 非常的流暢 這個 不費摧虧之力 但是呢 你拉出來之後呢 你聽到你這樣推 你看 它是退不回去的 你就知道它的一個 這個地方的一個爽快度 舒適度是非常夠的 腳底這一塊部件呢 是一個合金的部件啊 然後兩條腿就這麼變完了 因為這個部件呢 也不需要從這翻過來 並沒有那個東西啊 那不對不對 那就是從這裡翻到這裡啊 遮蓋這個輪胎 沒有輪胎就直接漏在外頭了 那再來是它的一個身體的部分 這個地方呢 兩側呢 是有一個結合卡扣的這個地方 這裡有兩個 這裡有一個這個這個圖嗎 它要扣進去的 我們呢 先把它給腰部旋轉吧 再來我們進行車頭的變形啊 我的話呢還是習慣先把這一個兩側給打開 這個頭部的話呢 由內翻上來啊 一個悄悄板式的一個設計翻上來 各位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 把對比一下我的手指跟這個塑膠 你就發現這個塑膠其實厚度是非常夠的 再來我們把這一個部分呢 給打開來這個地方 兩側這裡壓下去之後呢 這個卡控的這裡就會鬆開 然後呢把這一個這個部分呢把它給摳掉 這個地方 那摳這裡的時候呢 如果你扣得太緊的話 這個地方會稍微有點緊啊 這個無所謂 你就是扣的時候 稍微有點使用一下這個 不要扣得太進去 這個手臂從這裡 從這裡把它給翻出來 這個翻出來的話也是比較自然一點啊 這個變形來講應該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啊 那基本上呢是只有簡化 並沒有變複雜啊 沒有並沒有變複雜 翻到這裡 我們先把手的話呢給啊這個 往下 翻下去 手臂呢做個旋轉 這個這個拳頭的話呢 比一般的這個山寨的一個變形來講 還要再簡單一點點啊 並沒有這個卡布卡 縫太大的一個問題 就這樣走進去 這裡也是一樣的 這裡翻下來 翻直上去 扣起來這片 記得把它給翻下來 手臂呢記得把它給伸長伸直 兩側給打開這個部件呢 放領導磨塊這個部件呢 就直接的往上面抬上去 那麼要提一下啊 它的這個變形呢 這一塊部件 黑色這塊部件 就原本蓋住領導模塊這個部件呢 在官方模具下呢 它是可以在蓋在蓋住的情況下去完成一個變形 但是這個版本的話呢 這一塊部件呢 一定要翻上來貼在這個 前面的這個部件的下方 這個時候才能夠完成變形 它是跟這個官方模具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再來是它的這個領導模塊的話呢 一旦卡進去之後呢 要拿出來的話呢 我這一款的話也是比較緊一點 那給各位看一下 它這個領導模塊 有一點就真的是簡化的比較OK 唯一被簡化到比較沒誠意就是這個啊 它是 一般我們這個 各種KO版本的領導模塊呢 是金屬部件的 能夠多重都給你多重 但是它的話就是 是一個塑膠的 它是一個塑膠的部件 但是中間這個水藍色 還是很漂亮啊 刻畫細節什麼的 OK稍微肉了一點 稍微肉了一點 但是呢 這個是山寨的玩具呢 你又在乎那麼多幹什麼呢 這裡把它給放進去啊 要放得很平穩 才能夠這樣正好放進去 然後這個部件呢 先把它給蓋上吧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 兩個 這個 胸口先收起來也無所謂 我們接下來的話 就是把這個部件呢 來讓人物站起來了 我們把人物站起來好了 這個 鏡頭呢 又要調高啊 這個大家伙就是拍起來 有這麼樣的一個毛病 剛剛還故意把它給轉下去啊 現在又把它給翻上來了啊 這裡呢 直接的兩側 稍微掰開一點之後呢 以這個地方這個轉軸 這個地方 往後放之後呢 往前面推 推過來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部件 這個部件推到後方去 推到後方去 往中間折進來 把這個輪胎呢 收到胸下 收到胸下 這樣子 然後前方的部件呢 往下面 放下來 這裡 扣上去 扣進去 這裡的變形 跟原本的模具 沒有什麼不同啊 所以也就不用特別多做太多的說明啊 這個部件折進來 一樣的往後面收上來 這裡 也是一樣的啊 直接的 往上 掰上去 那因為它本身呢 沒有電鍍部件 然後這個漆面呢 印刷也是蠻好的 所以 所謂的一個怕刮傷 這種情況呢 基本上是 我認為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啊 給看一下 哇塞 這個 這個背影有沒有覺得很帥 MP10啊 或者是叫做這個 G1形象的這個OP啊 就是帥氣對吧 那我們呢 先把這個武器的話 就這個槍呢 乾脆就把它收進去好了啊 這個也不用 不用握在手上 給大家看了 阿富迪哈這個槍是不能發光的啊 這個盒繪上面有發光 但實際上 玩具的本體呢 是不能夠發光的 那我們的這一款這個 呃 次元戰將的一個變形過程呢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人形的體格呢 比原本的模具的話 要大上了 可能放大將近有三分之一左右吧 然後整體的關節的緊實度啊 我認為覺得都是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關節 算緊實以及塑膠的厚度來講的話呢 真的是可以讓你去放心做一個把玩哦 再來是它的一個 這個原本官方模具 這個食指容易噴溅這個狀況呢 這樣子看呢 看不出來它有沒有打樁哦 但是它就是不會掉 因為它非常的非常的緊實 OK 它是可以彎哦 並不是說因為省略關節 所以它不會掉 並不是 它真的這個關節還是有的 但是看不出來有一個打樁 看不出來 OK 其他的一些可動的話呢 都沒有被省略 腰部啊什麼都沒有 那腳的一個內側造型會不太一樣 對不對 這個原本的這個模具有省掉 那其他 給各位聽一下那個齒輪關節 側面 側面沒有 前後有 那中間這個地方是沒有 沒有齒輪聲音的 沒有 主要是前後 側踢的話 就沒有了啊 那這個腳踝的話呢 則是非常的緊 這個地方的關節 那這個塗裝的話 就是所謂的二次元的塗裝 然後這一塊部件呢 由於跟下方的沒有辦法扣緊 可能是比較容易去把握的時候 比較去鬆 鬆移推動到的地方 那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算是唯一增強的地方 是這個頭部吧 按了之後呢 會有一個發光的一個頭部 會發光 OK 二次元塗裝 然後眼睛會發亮啊 蓋起來 這樣子 但是這個會發光的眼珠子 就是會有一個毛病 就是說你不發亮的時候呢 會是一個黑色的啊 感覺好像已經掛點了一樣 但是亮起來之後呢 就是破綠感覺 就會比較強悍 那我要講的一塊部件呢 是它的能量斧 它的能量斧呢 做了改良 它不再是軟膠 它是一個硬的硬的塑膠 但是它你看到沒有 它這個造型 它做成是一個可以握的一個能量斧 而不是從這個手上面去長出來的 這樣子 直接的去把它給握緊的一個斧頭 OK 這個 這個 好吧 也算是提供一個新的玩法就是了 整體來說呢 這一款 這個 後面有寫的什麼越戰越帥的 這一款什麼次元戰將 這個玩 這個玩具是 真的就是 簡化了一些原本MP10的東西 然後做成更厚更大的更重的 也不會發光的一款 真的 用來抵抵擋熊孩子們 抵抗小朋友們 這個入侵的一個第一道防線 這個 這個東西完全是有這個分量 我自己覺得說玩起來都覺得很療癒 就是一個可以讓你用這個拇指的這個肉用力去推移的一款玩具 儘管呢 它有一些地方沒辦法扣穩了 或者是這個地方側踢 或者是這個地方沒有齒輪關節的聲音 但是以一個山寨的一個玩具來說的話 這一款已經是做到非常非常棒的了 好 那就利用一點點短短的時間跟大家做這個分享 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